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小时候想他们这么练的话 我还未想见得这么胖吗 不好意思小朋友见秀了 大家好我是朱莹 我是小薇 现在我们在青府朱家角 在船上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一位水上武林高手 是那种青空水上飘的高手吗 让我们去看一看吧 小薇快点滑 走 方寸之间尽显乾坤 今天我和不会游泳的小薇 要拜访的就是这位 船全第三代船人江淳明 这个动作就是一看 你是武林界的 武功的 武功的 2 看这里 3 累了 累了 这个是咋 我看这个动作就是 奔下去的比较多 是我来挡握平衡的 对对对 在船上要晃的 晃的 晃的啊 所以晃的都是矮的 动作很矮啊 5 6 7 8 好 停顿一下 武林要不要来帮我呢 给他压住 好 对对对 船全 源于东武水军在船上的军事练习 是一种在船上完成的传统武术 他不仅秉承了南拳 同时为了适应船身摇晃 面积狭窄的特点 要求习武人的动作轻 稳和快 江老师70多岁能做这个动作 我现在就一个字就感觉很累 腿有点抖 面风筋动 走 打 一拳把人打倒 宋元时期 朱家角是上海通往金航大运河的门户 为了桥运通畅 船工们通过习武来抵御水费 船全在朱家角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那我等会去的是什么地方 凤岐小学 凤岐小学 他们是一个武术学校 这个学校原来也是我的学校 我小时候 九岁时候也在这个学校里面练武术 练武术的教练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就在这个学校 校长评我父亲当武术教练 那么现在这个学校校长又评我 到这个学校当武术教练 就还在传承这个武术 所以父亲传承到我 我在传承的武术教练 传拳和许多其他拳术一样 已缺失实战性 但武术不止于技术 更在与其蕴含的气魄与抱负 以前我从小的时候也是一直都接受武术的 跟武术也是有个很长久的一个练习的时间 传承它毕竟是一种武术吧 就像我们青土的一种符号一样 文化的符号一样 做一个动作的做 慢一点 我从五岁学习武术 一直到风起小学两年级 在进武术队练习武术 这个跨度整整六十年时间 我是想把这些武术的给传承下去 就是当个武术教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联系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